我们接着来看操作的界面 AVU Inventor一启动以后 登录账号以后进来以后 它会到My Project 也就是如果你随时要切换到你所有的专案 也就是你曾经写过的任何的程式 都会自动储存在My Project这边 所以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写过的 我写过的所有的程式都在这边 那我们先介绍上面这一列的使用 我们称作所谓的Menu Bar 那首先第一个Project 应该说第一个是这个My Project 这是我很常用的 那接着是对这个Project 每一个专案你想要做什么要处理 在使用专案之前 也许我们要先介绍它的语言 那有所谓的繁体中文 习惯用中文的不习惯用英文的可以把它切换到这边 那它所有的都会采用中文的方式来建立 那里面也可以所有的属性跟原件的名称也都是英文的 那我比较喜欢用英文中文的 所以我喜欢用英文 所以我切回这个画面 那至于账号 你可以使用 只要是Google账号都可以登录 那它都会自动储存 你的专案在你的空间里面 那如果你要切出 那你就用这个Sign Out 它就可以切出了 那我们来先介绍这上面的Menu Bar 第一个Projects Projects是对所有的Projects 做一些操作的动作 那如果我们要写一个新的专案 我们可以一个Star一个 Star一个NewProject 那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名称 那我们最常写的就是Hello程式 所以我们给APPInventor 那专案的名称 可能有一些规范 一般我们写程式都要注意的就是 一般我们不能用特殊符号 那我们会采用底线 来当做是一个专案名称 不过这边应该限制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 这只是一个专案名称而已 提示我们说 这个专案是做什么用的 所以我们按OK 所以我们按OK 进来以后 它会有一个东西叫Screen Screen是一个 Android程式里面 也就是用APPInventor写Android程式的时候 单画面的一个程式 换句话说 你也可以写多画面 所以你可以新增一个元件叫Screen 所谓的Screen就是一个页面 这个目前只有一个Screen 你所有的元件都只有一个Screen 那有两个区块 进入这边以后有两个区块 刚才讲的是这一段嘛 那这边有两个区块 一个叫Designer 一个叫Blocks Blocks是所谓的设计程式的部分 那Designer是设计外形的 也就是使用者界面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切过去Blocks 目前是空的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拉一些元件进来 然后做一次程式的设计 那我们先回到这个Project的这里 那所以这个是New一个Project 那接着这个是Import 那这个档如果你要把它汇出 或是把它汇入 那我们 嗯 它的专案档名称叫做AIA 那这个 如果你原本有储存一个档案 像如果我们 SaveProject 我们可以Save 这两个就是 一个要储存 我原来的名称 一个是要 又让它储存另外一个名字 那我们可以SaveProject SaveProject的时候 它其实就自动帮你储存了 而且它 它每隔一段时间 会自动帮你储存成云端 那基本上 你只要 呃 注意 注意 呃 没有特别的原因 它是会一直 一直出现 一直储存在云端上面 所以不用担心 那 这个Import是 如果你已经有AIA档了 那你要把它汇进来 或者是 反过去 如果你要把它 Export Export就是把它汇出 汇出到哪里呢 到你的电脑 它会成为副档名 就是 专任名称加副档名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所以 我们会储存一个这个 那你就可以这个 这个档案 email给别人 或是用 呃 其他方式交换给别人 别人再把它汇入进来 就像我现在把这个档案删掉 所以我们在这里操作 DeleteProject 那 他 呃 会问你是否确定 那你说确定 好 所以我就把 那边看不到刚才的 Hello App Inventor 这是程式的 好 也就是被我删掉 那删掉以后 你可以透过汇入 所以 这边是 所谓的Import 那你这边 目前这是不能操作的 因为你没有选 所以你要针对哪一个 做汇入会出的动作 好 那我们就 先把它汇入进来 所以Import 那他会问你选一个档案 那我们点选一下 刚才下载的 应该在下载的 画面里面 Hello App Invent AIA 那打开 打开以后确定 那你写的程式码 他就会在这边 这个就是所谓的汇入 他会进入这个画面 刚刚我们所有的程式 我们还没有写 Block里面也没有程式 所以他看到的是 刚才原来的 好 那我们回到Project的这里 那这边讲过了 那这个Checkpoint 那Checkpoint主要就是 让你做一些 中间的储存动作 例如说你写程式的时候 你可能会更新更新 然后后来又要改回去 那你可以做一个 所谓的Checkpoint Checkpoint的名称 就是帮你把那个版本 储存起来 他会给你一个Checkpoint1 Checkpoint2 这样子下去 那这个我们就不做示范了 那我们取消 好 那这个是汇出 那接着 有所谓的Keystore Keystore是主要是在 你要发行App的时候 你要产生一个 跟本机 还有你的账号 相关的一个 所产生的一组Key 那这个是所谓的 所谓的Keystore 这个Keystore的部分 我们后面 有需要用到 我们再来说 那接着是所谓的Connect 那Connect 我这边我们先用 嗯 那个 解说的方式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怎么去使用 那基本上 这有三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 所谓的AI Companion AI companion 必须安装一个 Android的App 那Android的App 主要是要跟文学的程式 做沟通 然后经过WiFi的连线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然后直接执行的时候 你透过WiFi或是 或是这边USB的连线 直接把 把你 应该是说 透过 无线网路的连线 因为USB有USB的 连线的方式就是这个 那透过无线网路的连线 然后他会去把执行的成果 透过那个App 呈现在你的手机上面 换句话说 就很像模拟在手机上面执行 但是他其实不是把程式装上去 他还没有装上去 那 所以这个方式叫做 AI companion 那另外一个叫做 所谓的 Immunator 模拟器 那模拟器 你本身可以启动一个 模拟器 那模拟器它里面 它会告诉你说 他要启动这个AI Starter 那你回答yes 那他会启动一个模拟器 那启动模拟器以后 我们可以透过模拟器 就是把执行丢到模拟器那边 再一遍 Try again 那这个模拟器有点问题 我们之后把模拟器装好 再跟各位说 所以这个是模拟器的部分 那第三个是USB USB的意思就是直接 你要装Android的所谓的 ADB ADB Android Debug的Bridge 它是一个 任何一款 任何一款手机 你如果 给它像HTC的 我们搜寻一下 如果给HTC 你要搜寻的是 刚才说ADB Driver 那这个Driver就是指说 你如何安装 这种ADB Driver 它装的目的就是 你装了以后 那透过USB 那它就可以帮你把 你执行的过程 还有除错的一些资讯 传送到你的手机上面 那执行的错误讯息 它就会丢回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APMEMBER 开发的 开发的环境 让我们去做 所谓的除错的互动 那这个是所谓的USB 那另外 有时候连线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两个reset 那这两个reset 就像我们一般讲电脑的 所谓的暖开机 或是所谓的硬开机 那硬开机就是 涩涩底底的帮 帮所有留在记忆体上面的东西 完全清除 那暖开机它只是把一些 基本的一些东西 先清除掉 让你快速的 可以重新开机 那这个是所谓的 Connect的功能 那另外 这个所谓的Build的功能 那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写完成式了 我们要发行 那我们发行 把它包装以后的档案 在Android上面 我们称作是所谓的APK档 点APK档 那这个 如果你要上传 上架 要上传Google的Play 那你要把它变成 封装成APK档 那一般封装成APK档 之前我们会先做一些 刚才提到的 所谓的Key Store Key Store就是做一些 所谓的认证 做一些 Certificate的动作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两个方式 一个是 我们可以让程式码 虽然我们一个字都没有写 但是它 如果要RUN起来的话 它会RUN出这样的一个荧幕 这个叫Screen Screen1 那基本上 所以这个可以Build 那Build有两个方式 一个就储存成APK档 直接在你的电脑上面 那你要怎么传给你手机呢 你可以透过Email 或是透过任何方式传到手机上面 那手机读到APK档 它就会直接解开 然后直接 安装 安装过程当中 它当然会询问你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产生QR Code 那这个是APE Inventor 非常先进的 非常好用的一种做法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它会把你砍拍的 就是做编译 然后把你做 执音档的包装 那最后会变成 APK档 那APK档 主要它帮你储存在 云端的空间 但是它也不会让你看到 那它透过什么方式呢 它透过一个QR Code的方式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的Android手机 都有所谓的 扫QR Code的镜头 还有应用程式 那只要你有 可以扫QR Code的镜头 你就去扫这一个 基本上它对应的是一个 网址 那你点选这个网址的时候 它刚才下载的 那个APK档就在那边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QR Code传递给别人 那别人直接扫这个QR Code 就可以装那个程式 那这个是 非常方便 我们去做测试的时候使用的 那如果你用完了 你直接OK就可以了 那你下次再重新改版 那你可以直接再 再build一次QR Code 那它又会产生一个新的QR Code 让你可以去扫 那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 很方便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的简介就先到这里 这就是这个简介的 那我们的简介就先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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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